到处都是炮弹烟雾和火光 示威者在街上乱窜 纵火烧车还攻击警车 场面火爆 法国暴力示威升级 并持续蔓延到全国其他地区 在巴黎以南的小镇蒙塔日多雷街 有一家药店被烧毁 这座建筑是在周四晚上的骚乱中遭到破坏 并在周五下午倒塌 但法国示威的严重程度还不仅如此 第二大城市马赛可说是其中一个骚乱重灾区 有在这41名中国游客的旅游巴士被围困和攻击 画面可见旅游巴士挡风玻璃和车窗被砸碎 期间有5-6人受伤 游客透露蒙面暴徒还上车 试图要把他们拉下车 幸好司机足够冷静 把车开到安全地带 他们才逃过一劫 但这起事件依然让他们惊魂未定 法国这波示威抗议和骚乱已经持续5天 但都没有平息迹象 示威者还洗钱商店 马赛店铺封上尾板 仍无法阻止抢掠盗窃行为 相当猖狂 甚至还有人开着蓝宝坚尼冲入店铺搞破坏 法国是在17岁非裔少年纳赫勒 在巴黎市郊遭警员近距离射杀后 全国夺地连续数天爆发反对警察暴力示威骚乱 至今约2800人被捕 被拘留的2800人平均年龄17岁 约30%是未成年人 法国骚乱也已经蔓延到邻国比利时的首都布鲁塞尔